我们今天讲共法跟不共法 最近也有弟子来信 问到说这个共法跟不共法 什么是共法 什么是不共法 那么也就是说 因为我们《征活报》 经常有师尊出去红法 那么红法的时候就讲说 这个法是不共法 那么有的时候又讲这个法 很少提到是共法 都是讲这个法是不共法 那既然是不共法呢 他们就觉得奇怪 什么叫不共法 什么叫共法 那今天就是跟大家谈这个 让大家有一个清楚 什么样的法叫做共法 什么样叫不共法 其实这个是很简单的 那么所谓的共法 也就是共同的 很简单讲 这个很多宗教 很多宗教里面 都有共同的法 比如我们以佛教 礼拜几乎是所有的 所有的这个宗教都要做礼拜 那这个就是礼拜 就是共法 那么供养 好像佛教啊 好像佛教啊 供花啊 供香啊 供灯啊 他们也都是一样的 其他的宗教也一样有所谓的供养 这种献供的这一种仪式 也是一种供养 那么畅战啊 很简单 畅战也是一种供养 像佛教里面有畅战啊 来献供 那么在基督教有畅诗 畅圣诗 天主教也有 佛教一样有这个隐诵 这个隐诵 都是这个都是属于共法 另外几乎所有的宗教啊 大家讲一句话 啊我信什么都一样了 为什么都是要叫人家做善事吗 所以基督教也有欠人家为善 佛教也欠人家为善 做善事 回教啊 天主教都是一样 那么这个做善事呢 就等于是大家 所有的宗教的共法 这一种就叫做共法 大家都很清楚 什么叫做共法 那么再来呢 这个佛教里面也有特殊的 好像佛教他讲法里面有讲到轮回 啊轮回 啊这个再讲这个就是佛教本身跟其他宗教的不共法 因为佛教的理论里面呢 他提到轮回嘛 那天主教啊这个回教啊基督教啊 他们都不讲轮回的 只讲一世的一世 这个世的宗教 那佛教他可以讲到啊前世啊这一世啊未来世啊很多世的 不只是三世而已 那么这个是属于佛教本身的不共法 那这样大家就可以清楚了 其实特殊的 而且只有他才有的 就叫做不共法 那别人有的他也有的 好像讲天堂第一 这个基督教也讲天堂有天堂有第一 那佛教本身也讲有天堂有第一 这个都是共 这个可以讲这个都是属于共法 唯一这个不共的在佛教里面也有很多不共 在修行当中啊 这个佛教里面很注重定 注重定就是禅定 一心禅定 那么禅定呢 在禅宗里面也讲禅定 那么密教里面也讲禅定 佛学里面也提到定 那么在其他的宗教里面比较少 比较少谈到这个定的问题 那么这个禅定啊 可以讲是佛教本身的不共法 那么共跟不共啊 就非常的明显了 什么是共法 什么是不共法 里面大部分都有一个这个 有一个印象在里面 那么密教啊 跟险教也有一种差别 密教本身来讲 它很多的属于共法 跟不共法 在险教里面来讲起来啊 一般的很多的仪鬼 跟密教的仪鬼 有些是一样的 那么一样的仪鬼的 我们就讲是属于共法 不一样仪鬼的 就属于不共法 那么密教里面的这个法当中啊 有很多都比较特殊的 那比较特殊的 不是共同去修持的 就称为这个不共法 像我们每一个密教行者 都要修这个释迦行 释迦行法 大礼拜啊 大供养啊 释归啊 金刚心啊 这种释迦行 就是属于每一个密教行者 都要修的 就叫做共法 那上师相应法 每一个行者 都要修的 这个就是属于 是共法 另外呢 还有忏悔法 每一个行者 都要修的 这个都是属于 共法 另外本尊法 每一个密教行者 都要修的 那这个也就是共法 很简单 这个所有的人都共同要修的 都叫做共法 但是我们不能轻视这些什么 啊 这个共法 因为共法本身来讲起来 是每一个行者 必须要做到的 你每一个人都必须要做到所有共法 完全齐了 相应的 你才能够进入不共法 不能说 我只修不共法 我共法通通不修 这个是不可以的 在密教里面讲起来 你必须要先修 显法 把显教的所有的理论 你都要知道 你才能够进入密中 那显密啊 必须要以显为基 以三圣来讲 要以小圣为基 所以不能说 我只修大圣 发菩提心 做菩萨心 我对于自己 自己修自己 这个小圣的自修啊 我就不顾了 那不行 一定是小圣作为基 在进入大圣 所以应该讲起来 三圣的修行 小圣是基 然后大圣跟密教 是后来的 今天讲到这里 那我们 再谈这个共法 跟不共法 在密教里面呢 是有很多的不共法 甚至于我们 真佛中里面 也有很多的不共法 那么不共法呢 意思就是说 不是大家都这样子修的 有几个人特殊 这样子修的 就叫做不共法 大家都一起这样子修的 就是共法 不是不共法 但是也有很殊胜的一些法 特殊的 就也是一种不共法 那么这当中也有所谓 共仪不共 共仪不共就是说 虽然是很特殊的法 但是已经公开传授的 就叫做共仪不共 不共的意思就是很特殊 那么这个很特殊的法 大家已经大家都知道了 都在修了 就叫共法 所以虽然是不共法 大家一起修 也就是共仪不共 这个就是很特殊的 这个只是一种名词了 一种名词跟名相了 那密教里面呢 像五大金刚法 五金刚明王 应该讲起来 都是属于不共的 因为他特殊 他的共仰不一样 他的修法不同 他的修行不一样 他仪轨不同 必须要受特别的灌顶 这个都属于是不共法 这个在显教里面没有 虽然是佛教的东西 但显教里面没有 所以他是属于密教的不共法 金刚明王都是属于不共法的 所以我们生活中 在灌顶上面来讲起来 所有的金刚明王法 一定要清灌 没有摇灌的 绝对不摇灌的 有些比较特殊的口诀 还要特殊教你的 我们晓得以前讲过这个心中心印 心中心印 心中心印也是要特殊的 不能随便教的 你比心中心印也不可以让其他的人看到的 好像故意你会心中心印啊 我就故意比一下心中心印 这个是我的心中心印啊 不可以让你知道 好像你就比较高了 大家都拼命看 我学会了 这还什么心中心印呢 这就变成共同的印了 这个心中心印就是完全是一种秘密的 你知道的 你能够招请的 别人不可以的 你公开了心中心印了 就变成共法 我们晓得心中心印是不可以公开的 因为你一笔心中心印啊 佛菩萨都要下降的 那么随便一个人比一个心中心印啊 小孩子也会了 他玩个什么心中心印啊 佛菩萨就下降 这不对了 还有浅磨印 招磨来跟浅磨 跟浅散这个磨 这种印也不可以乱比 好像招磨印 把这个磨啊 给他招过来 然后再给他遣送 也有的 在密教里面也有的 但是也不能随便教啊 一教你这个一招过来 又把他遣送呢 哪是很便当没有错 但是其中处理不当 就有问题产生 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招磨 可以遣磨的 这个也是很特殊的 这个就是属于 不共 很简单讲 密教里面啊 这个很多的秘密法门 三观 你知道有三观 知道有二观 知道有三观 三观也不能随便跟你讲的 也不能公开讲的 那个就是属于不共 只有一般来讲 有传授给你 你知道了 哦 原来是这样 不能用你的想念啊 不能用你的脑筋去想 你可以想 三观可能是这样 那是可能 没有经过传授的 也不可以修 这个就是不共 所以很多密教里面 有很多的秘密法 必须要经过根本上师本身 跟你讲解 你才能够清楚明白的 这个都是属于不共法 那你假如偷偷跟人家讲说 哎 我有这个秘密法 是三观的 是二观的 是四观的 是怎么样子的 就拼命跟人家讲了 这一讲啊 你把那个 好像是说秘密都讲出来 这就是违背了 四位三昧 就破三昧 所以不共法里面 应该都是有这个四昧 三昧 这个金刚戒在里面 有这个金刚戒来讲起来 是不可以破 不能破 那你讲出去了 你就是破金刚戒 很简单的 很多秘密之间 不可以说的 你说出去了 就是破三昧 在密教里面 它的规矩就是这样子 你已经跟你讲了不共法 结果你把 他把不共的变成共 这个就破三昧 像真佛中里面 有莲花童子的法 那么这是我们 真佛中里面的共法 共同大家都要修的 莲花童子的法 是公开的 是共法 但是对外来讲 它就是不共法 就是不共本尊 这样清楚了 莲花童子 因为我们真佛中里面才有 所以它是属于 真佛中的不共本尊 还有真佛中 还有不共西地 就是莲花双年词 就是不共西地 别的宗派修了半天 他不会到莲花双年词 那么真佛中的弟子修了 他可以到莲花双年词 这个叫做不共西地 不共成就的净土 所以这个密教里面 有一个净土 叫奥明净土 奥明净土 是密教才有的净土 马哈双年词 是真佛中才有的净土 所以是不共净土 莲花童子 是真佛中才有的 不共本尊 就是这样的称呼 所以这是跟别的宗派比 我们才有不共净土 不共本尊 假如是在 是自己宗派里面 就是共 跟别的宗派比 就变成不共 这个共跟不共 可以讲这样子 就是非常的清楚的 那像在师尊本身来讲起来 做师食 师食在我们讲起来 在我们众活中里面 大家都会做 那你结三三印 结沾水弹子 一弹 要观想你要师食的对象 全部来 你撒米也是一样 米啊 拿起米来弹 弹出去 这个米撒出去 化为甘露法师 撒水也是一样 一沾 一弹出去 化为甘露 那所有你要招请的供养 通通集合来 被你设招而来 接受你的甘露法师 但是这个是在我们 尊佛中里面 是属于供法 大家都要做的 大家都会的 在外面来讲 就是不共 今天讲到这里 Omane Bane Me Home 我们今天来讨论这个 这个佛教的真貌 佛教了 它的真实的这个面目 我们晓得这个 释迦牟尼佛时代 它在世的时候 我们称这个佛教 就叫做原始佛教 最开始的这个佛教 以后呢 再进化 到了布派佛教 演变成为大圣佛教 最后在印度 就是秘密佛教 它是这个佛教本身 是演化的 也就是一直它在变化之中 那么最原始的这个佛教 当初的佛 应该讲起来 它是一个结者 佛的意思就是一个结物的人 人而不是神 所以原始佛教 根本就没有宗教的这一种形式 这个形式没有出来 当初佛陀啊 在教大家的时候啊 是希望大家能够解脱烦恼 能够了悟生死 这只是一个教法 就是教授的方法而已 它不是一个宗教 所以今天的演变啊 跟原始佛教啊 是相差很远 当初可以讲啊 这个佛陀是一个开悟的 是一个结悟者 他只是在教大家 如何去解脱 这些方法 所以当初的所有跟随佛陀的 都是声闻 出家的比丘 比丘宁 当然也有在家机事 也是有的 那么大家跟随佛陀是 其实只有两个字 就是解脱 其他没有的 没有什么形式 没有什么仪式 这个是原始佛教 真正佛教的真貌 是这样子 所以当初还讲啊 这个佛教是什么论啊 那么大家都知道了 佛教原来的开始是无神论 无神论 它只是教大家解脱的方法而已 以后演变了成为部派佛教 就有点倾向这个大圣 倾向这个菩萨 大圣佛教啊 就是以菩萨为主 最后的秘密佛教啊 就是密教 就是佛天一如 佛天一如 那时候啊 的佛教啊 是已经承认了诸天 所以有有神论啊 从无神论啊 变成有神论 这个有这个演化的这些作用 在这个里面的 佛本来他就是一个洁悟者 就是一个人 也就是佛生生的 跟你跟我都是一样的 只是他已经解脱 已经洁悟 这个差别在这里 那当初的时候啊 佛教大家 也是一样的 三法因 四圣地 八正道 十二因缘 离不开这个 他的主要啊 佛本身的教化 就是主要就是这个 今天我们啊 这个学佛啊 必须要注意到 就是说 你还是要依照 这个佛本身所教的 三法因 四圣地 八正道 十二因缘 这样子的这个支架 去修行 才不偏离的 佛陀本身的教化 但是今天佛教的演化 到今天啊 产生很多的变化 跟原来的原始佛教不同 是好还是不好呢 应该 今天讲起来啊 我们认为啊 是不一定是好 但也不一定是不好 也就是说 我们采取 今日的佛教 好的一面 来补助 原始佛教 那一面 整个加起来啊 应该才不失去 佛教的本意 以前 开始的佛教啊 是没有 像的 没有这个像的 没有佛像的 可以讲 都只是象征性 没有真正的形象 你去看了 去到了这个 这个天图啊 天图啊 这个印度去看 灵鹫山 植灵金色 给孤独言 奇言金色 都不存在了 其实那个时候啊 在原始佛教的时候 连庙也没有 都是严动 修行就只有严动而已 我们去看了这个舍利佛的这个严动 去看了阿兰尊者的这个严动 还有大茄叶的严动 就只是动而已 这是避轰椅的地方 没有庙的 庙啊 是后人建的 佛像 也是后人才建的 甚至于佛经 佛典 三藏十二部 也都是佛 本身涅槃以后啊 才出现的 也没有作者 佛典也没有作者 那么佛典本身的这个真实性啊 到现在目前为止啊 还是有很多的这个争论在里面 你研究这个道理 应该讲起来 我们对于佛陀本身的教化 还是直接要从三法印 四圣地 八正到十二英年 这样子去研究 那么啊 这个 这个近期啊 这个佛教本身的这样子的 一种演变啊 像这个佛像啊 像寺庙啊 像诵经啊 像礼拜啊 像吃树啊 像供养啊 还有念佛啊 这些仪鬼 我们认为啊 都是以后的 按照佛教本身所讲的 都是以后的人 本身给他加上去的 一直在演变 在生出来的 那你生出这些东西好不好呢 应该讲起来就变成一个宗教的一种局势 变成一个宗教的一个形式 但是假如是有意义你修行的 我是这样子认为呢 这些形式当中啊 帮助你修行 合一三法印的 合一三法印 方便你自己本身修行的 都是应该要去 好像是说去支持 那么都是应该要去做 他有一种演变啊 所以古代的跟现代的不同 你不能说 你基尼于古法 古人 好像是说佛陀是这样子做的 那么你不这样子做 这个也是不对的 好今天就讲到这里 Omāne Bémi Hōm 我们在谈这个佛教的真貌 好 个人啊 最近啊 这个就是对 原始佛教啊 布派佛教 跟大圣佛教啊 跟密教本身的 这个演发的过程啊 稍微给他研究一下 那么自己本身啊 发觉 发觉 佛本身的这个 修行的这个骨架 也就是他的基本 每一个佛教徒应该要守住 守住 对以后的演化 你自己本身啊 你自己本身啊 要自己去参业 也就是你自己作为一种参考 作为一种研究 哪一个适合你的 你可以加上去 因为古人啊 也就是说佛陀时代所做的方法 便不适合于现代 那么现代的很多的方法 假如是离开了三法院 你也不用去做 你也不用去做 例如现代 现代很多的佛教的做法 就是做这个 关于这个慈善方面的 所以是无量心方面 慈悲喜舍方面 是好的 帮助你的 也可以做 但是你也要懂得 佛陀教化的解脱的方法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不能偏离 因为我研究这个原始佛教 释迦莫尼佛时代 它是没有做慈悸的工作的 是没有做慈善这方面的工作的 因为它只是讲求解脱的方法 但是到现代来讲 你假如以慈善 是无量心 再配合解脱的方法去做 这样才是完整的佛陀的教法 那现代的佛教啊 很多又演变不同 变成了企业化 企业化的佛教 也就是寺庙管理啊 完全变成企业化的 企业化也变不是不好 应该现代的人啊 有现代企业化的头脑 经济 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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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业化的头脑 不论你怎么样子修行 你必须要懂得解脱的佛陀的教法的方法 不能离开三法印 四圣地 八正道 十二因言 不可以偏离 这个才是佛本身的教化 你不能光做这个企业 佛教企业化 不能光做佛教慈善化 你也要知道如何佛教人家开悟解脱的方法 这样子才是完整的佛教 这是我个人本身的一个 一种研究啊 原始佛教 布派佛教啊 大圣跟这个整个密教 这样子的一个观念 下来我觉得要圆满佛教 必须要不能够离开三法印 那么三法印呢 也就是这个诸行无常印 诸法无我印 涅槃极境印 那这三法印是佛本身的一个治理 也就是真理 以这个来印 是不是佛法 就是用这个三法印来印的 可以讲起来 你做慈善是一种方便 你企业化是一种方便 但是你要明白 你这个企业化 做慈善都是在帮助解脱的 帮助众生解脱的 解脱生死 解脱烦恼的 帮助开悟的 这个都是可以 但假如离开这个解脱的 离开解脱烦恼 离开解脱生死的 就应该不是佛教 所以这个是我个人 本身的这个体会 那么佛教洪阳 从这个印度就到了西藏 那么西藏就变成喇嘛教 就是密教 那么到了泰国 他就变成这个小圣 分成南传 北传 那么北传呢 到了中国就变成大圣 到了韩国 到日本 又变成日本的佛教 所以这个他本身来讲 是有这个变化 是有他的本身的变化的 这个过程 因为地点的不同 因为时间的不同 而产生佛教的种种不同的 西藏的又不同 得那个袈裟又不同 你看他们 连吃都不一样 那么中国大圣 就是他吃素 那么在西藏 他就不一样 吃的又不同 有的有的有的没有 那五花八门的衣服也是五花八门的 通通都不同 帽子也都不一样 你如何去取舍呢 其实我认为这个都是外表上的形式 最重要你要不能偏离当初佛陀说法的这个骨干 这个不可以偏离 其他都是外表 其他都是表面 你寺庙怎么建呢 什么形式 什么形式 那是另外一回事 总之啊 释迦牟尼佛他教我们 解脱烦恼 生死能疗 这个才是真正的大事 所以佛教的 佛陀教我们的真理 无常无我 涅槃极尽 都不可以偏离 这个是真正能够解脱烦恼 解脱生死 你没有这个 其他的都已经都是偏离 你有这个 再加上现代的 这些方便的方法加起来 这是可以的 这个是我自己最近呢 读书的一种心得 今天就讲到这里 今天呢 跟大家谈 宏光成就的修持心药 这个密教的修行啊 原本上讲起来 它有一个次第 有一个次第 我们晓得这个 真佛密法 本身一样有一个次第 那么一贯顶来讲啊 我们称为这个外法的贯顶 这是第一个 那么第二个呢 是内法的贯顶 第三个啊 是密法的贯顶 最后一个是秘密法的贯顶 分为四个啊 比较大层次的贯顶 那么其实在这个 第一个贯顶 外法的贯顶里面啊 所有秘密法的贯顶 所有秘密法的贯顶 所有秘密法的贯顶都包含在里面 那么修行呢 应该讲起来 在这个 它的这个法上面的分别 第一个是释迦行 那么第二个 就是上师相应 第三个是本尊 那么属于内法方面呢 就可以讲是属于气脉明典啊 五大金刚啊 就是属于内法方面的 那么再上去呢 也就是无上密呢 大圆满 这样子的一个 一个层次的一个修行 密教的修行啊 我自己个人本身的这一种 这个心得 现在稍微讲给大家听 第一个 密教的修行没有所谓的 好像是说方便 比较上讲起来 你必须要很踏实 这是第一个 第一个重点 也就是你任何一个法 都必须要很实地的 很实际的 很实在的 去修 不是讲说 你可以这样子 像禅宗一样呢 一下子这样子顿悟 马上就得到的 密教本身来讲应该是比较实地的 实地啊 实在啊 很踏实的 这样子才可以的 那么在这里讲啊 什么样子呢 业吉就是说 你不要 还没有修四加行 你就修这个上师相应 那还没有修这个上师相应呢 你就去修本尊 那还没有修本尊呢 你就是好像是说 就要修这个五大金刚法啦 就要修五上密啦 甚至你直接就去修这个大圆满 这个就是表示啊 比较不踏实的 不踏实的这一种做法 我们且记啊 这个密教本身来讲起来 一定你的修行方面 一定要踏实 踏实就是讲说 你我们可以很简单讲 就是说一步啊 一步一步的走 不可以跳极的 密教不跳极的这个原因啊 到底是在哪里 因为他本身来讲起来 他讲求实际上的 很实际上 你本身的一种修宴 也就是要必须要有正硬的 没有正硬的话 你跳极 那么马上很快的你这个就退下来 在这方面来讲 你就没有办法接得上去 所以我自己本身的经验呢 就是一定要 很踏实的去修 像释迦行法里面跟你讲到 大礼拜要多少遍 持咒要多少遍 你修忏悔法要多少遍 你做大供养法要多少遍 这个你就是要实际上去做的 不能麻糊 假如你说啊 我这个 这个是基础上的 我把它舒服掉 我直接从这个上师相应 从本尊去修 不理睬释迦行法 这个你第一点上 你就是不踏实 不实际 其实你做大礼拜 你做到 能够看到佛菩萨的 你做大供养 能够看到你供养的东西 发光的 你做忏悔法 你有忏悔的本尊 那金刚沙朵下来 给你摸顶 你念四归一咒 你可以看到 这个你自己的上师啊 佛啊 这个法 身啊 显现在虚空之中的 放光给你加持 你必须要有这些相应啊 你才能够啊 再进一个阶段 去修你 去修持 所以一般来讲起来啊 密教本身来讲 是很实际上的一个东西 不是很习惯 不是完全习惯的 所以第二个新药应该讲就是说 你必须要有相应 这一点很重要 密教啊 他讲求这个 我们讲的就 密教就是 瑜伽 那么瑜伽本身就是相应 这个信药里面啊 你有知道你 切切实实相应了 你才可以再来求 更高阶层的法 所以每一个法 每一个法都会有相应现象的 像连华生大士啊 以前他得到一个法以后啊 他闭关修行 修行到相应以后 他才在 更进一步的 啊 更高的法 他才修 几乎每一个密教行者 都是这样子过来的 所以你修哪一个法 你看到哪一个法的本尊显现了 这就是相应了 你修这个中歌八 你看到中歌八显现了 看到他的光 很真实的 那种相应啊 是让你能够touch的 可以碰得到的 不是很轻浮的一种感觉 不是很轻的一种接受而已 而是实际上你去接触的 他那个光啊 像那个棉花一样的 很密密麻麻的 很闪耀的 密密麻麻的 跟绵绵的那一种光一样的 所以这一种相应现象 不是一种仿佛 相应非常的重要 今天讲到这里 我们谈宏观成就的修持心药 这是我个人的这个心得 那么我首先提到 你必须要以实际上很踏实的去做一个密教行者 而不是说归一以后 你高兴修什么就修什么 不是的 我本人本身也是很踏实的去做 任何一个法 你必须要取得相应 第一个 第一个你踏实的去做 你才会有相应的现象 你假如用完肤的心情 或者是说四座 我修修看 没有信心 没有实际上去做的话 我看你这个密教修行就免了 也不用 所以第一个踏实最重要 你实际上去做的实修最重要 所以做多少遍呢 大礼拜多少遍呢 懺悔法多少遍呢 你做供养多少遍呢 实际上的 数年的功夫 不可以说我几个月就要取相应 你数年的功夫 你有正宴 这个就是相应 第二个重点 心要就是相应 那你得到相应了以后啊 你那个感应就会很连连 就很迅速 看到本尊 看到懺悔法的本尊给你磨顶 你业障消除 你取得这一种相应的这一种经验 看到你的你自己 四规佛法真上师 都给你凌空加持 这个就是相应 很简单讲 业障消除很多种相应的 再来你修本尊啊 本尊都显现的 放光照你 跟你接触 进入你的心中 都应该有感应的 所以第二点最重要就是相应了 再来呢就是正量 你一定要取得正量 第三个要素 正量是什么啊 是你自己本身啊 的量 你有多少量 你修行密教啊 产生多少力多少量 这个就是正量 你必须要有这种正量拿出来 你必须要有这种正量拿出来 这是第三个要素 你不是修了半天 觉得还是灵蛋 灵蛋了就免了 修的话 你自己要自己身上啊 到底你的气有多少 有多少力 你修宝瓶气 你要知道 你要知道 你自己气足不足 你的中脉开不开 你的五轮有没有松动 这个就是正量 你中脉开不开 很简单可以看出来 你中脉一开 有气在里面动 你一定永远快乐 和乐一定要有 和乐产生出来的话 你烦恼就轻 热就增长 烦恼就轻 烦恼就少 常常烦恼的 表示没有正量 常常在苦受的 受苦的 但是苦中啊 你要把苦啊 化为乐 这个密教里面啊 他有这个产生一种 常热的现象出来 所谓常热的现象啊 只要你的气足了 只要你中脉开了 你五轮松解了 热受是一定有的 而且那种热受啊 你可以认为是说 其他的烦恼可以不顾 我拥有的 胜过于一切苦 这个就是你产生正量的一种象征 你实际上有的 所以任何烦恼啊 在你的周围啊 通通远离 所以当你有了正量的时候啊 你中脉一定是开的 你的气一定是通行无阻的 还有你的五轮呢 是松动的 松动的 虽然还没有开 但是已经松了 它本身已经松解了 把这个五轮的这些结打开的时候 你就绝对产生热受的 等到你的中脉 跟五轮松解放出光明呢 就是静光产生 就是星光发露 这一种啊 不是让你普通的接受 不是一般性的说 我觉得啊 刚才我读经呢 感觉到法喜充满 现在觉得身体轻松松的 不是这样子 绝不是的 或者今天我去听一场 去参加一场法会 听上师说法 你觉得 法味很浓 不是这一种感觉 而是从你内心里面 得到了常乐跟光明 常乐跟光明 这个是第三个要素 正量 你正量一定要有 所以当你正量有的时候啊 一般来讲啊 就是少 苦就少了 痛就少了 烦恼就少了 自己就觉得非常的清安了 自己就一直就觉得非常的好 觉得这个人生啊 非常有意义 觉得烦恼根本就没有了 那么这一种乐的现象啊 这一种快乐现象不是暂时的 而是白天跟晚上 任何时候 你都是这样子的 也就是24小时 你都是在和乐的状态之下 这个就是 所谓大乐就是这个样子 24小时 你都是和乐的现象 就叫做大乐 最后呢 你开悟了 有了悟静 这个悟静我讲过的 你心很平安 你不但24小时都很和乐 你全身放光 五轮全部打开 密教的修行呢 全身的轮脉全部开 全部放光 得到了热静光 还有呢 你对一切事情 你看得非常的清楚 任何事情你都明白 这个时候啊 叫做空性显现 因为有了空性显现的时候 你对任何事情你都很明 叫做空明 都很清楚 有空有明 你以最高的空性的智慧啊 来看世界众生 以最高的佛的智慧啊 来度化众生 这个就是最高境界 就是一种悟静悟 十方三四全部通达 全部你都看得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的 你的心啊 你的心啊 完全跟宜咒融合 唯一 不争不减 就是法身佛 密教修行有这四个要点 非常重要的 踏实的 相应的 正一亮的 最后呢 你是开悟的 今天就讲到这里 我妈的蜡蜡 好